So what's up,大家好,我是窩仔烏烏烏冲林 沒錯,又是獨臂神烈,又是一隻手 看到這個陣容的說話方法 不要以為又是太充實日 太充實日要繼續做不做,再想想先 但今時今日,跟大家看看一個曼谷的好地方 不要說失敗的好地方 這個地方,相信大家可能有些印象 之前已經介紹過,拍過 話說,在這個BTS,這個Lazartel V那個站的旁邊 正正在這個公園 其實這裏,若干年前已經介紹過 但今時今日,又有另一番面目 佳因有一班藝術家,重新畫畫 於是,更加漂亮了 嘩,真的很漂亮 嘩,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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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嗎 夠了 嘩,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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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連鐵閘也噴在畫 究竟怎樣可以上堆畫呢 都真是不可思議 一邊走一邊看 正所謂少女成為總事師 不少的學生妹都在這裡拍照榴槤 當然啦,趁青春流線影 是不是呀,肥仔 嘩,其實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喜歡拍照 趁青春流線影 如果這麼漂亮的影 其實真的應該在這裡拍照榴槤 但無奈 自己的一隻手 那怎麼辦 那就算啦 不要緊啦 在這裡拍影片就算啦 那介紹這些地方呢 那一個好處就是 大家一定不會說中伏 不會說 來到都不漂亮的 蛤,那個人 有沒有搞錯 有四隻眼 你也是四隻眼 他也是四隻眼 但他的眼睛不同 因為中伏 貨不對把 或者 那黑黑笑 笑得不夠燦爛的 對啦 那這些大家就不會說中伏 亦都不會怕說 哇 那黑黑笑 那棚牙這麼髒 嚇臉 嚇臉 那黑黑笑嚇臉 應該不會這樣吧 其實這個地方 日前日後也介紹過好幾次 不過呢 這次呢 就另一回感覺 因為呢 重新畫過一些畫 尤其是後面那一幅畫呢 之前九世王過身的時候呢 就全部畫了 是黑色 但今時今日 應該一幅很美麗的圖畫 連下面呢 地下都畫了 各位觀眾 正在講的就是這幅畫 哇 很震撼 很美啊 是啊 還充滿這個泰式的風情 不是copy cat 去抄別人的 美國漫畫 英雄漫畫 是純粹是泰式創作 又有嘟嘟車 又有泰文字 而且又有象神 還會打這個泰拳 又有我很喜歡吃的龍蝦 上面 也都相當之有泰式的味道 泰式的感覺 正啊 鏡頭看過去 又看到一些少女在這裡自拍 咦 看看 看到什麼 你先看看 究竟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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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不是畫上去那麼簡單 咦 還有複眼鏡給它 嘩 這個藝術成就 真的相當之高 還有 儘管 就算是長畫 你看看 它會好好的運用 每一個角落 看一看 看一看 這邊 爛了突出來的 都有些東西 藝術作品 越看越漂亮 其實呢 這裡呢 都可以說是一個 驚喜的泰拳 正如剛才所說 又不會有發展商 會想打去主意 收它來起樓 當然可能還未收 自己收了就不知道 但是在這裡 在這裡 至少有足夠空間 給一些人在這裡 玩 看東西 給大家有藝術的創作 更加喜歡的 就是前面 在一個騰球場 支持 一起在這裡拍過 這個影片 大家晚上 看到很man的 泰國男士 摸了衣服 在這裡 打球 踢球 凌空翻心 360度轉 踢 都不知道幾好看 而且前面 也有些小型的 一些車胎 好像一些千秋 給小朋友在這裡 坐下玩 都可以說 一個路有行為的地方 難怪 目下所見 都有一些遊客 上來這裡拍照 就是想 有些外國人 看了這麼久 究竟這個地方在哪裡 只要不是在 BTS Lazarte V 的站附近 即是那裡 在那裡走過來就可以了 而在這裡 趴趴過去 那裡 就是NBK 行橋上去 再轉過去 就是SIM DISCOVERY 都相當方便而去的 好 先看一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給我一個Like 看著這麼多 今晚再拍其他東西 給大家看 記得這個是WRJW 胡惠聰 你好 多謝大家 收視頻卡 拜拜 多謝大家